好久没有登陆体验服了 那今天呢来给大家抓新的小动物 这个动物呢是一种小型面齿类的 用一个竹篮呢就能把它扣住 哎 其实呢大家应该猜出来了 就是兔子 这个兔子呢说是可以在野外抓的 那来文室呢算不算野外呢 不仅不算吧 在秋日森林呢我来到这里呢 发现一个洞比较特殊 没有见过啊 这就是兔子洞 我觉得呢这个陷阱呢就是抓鸟的那种啊 就算是没有玩过也看过吧 然后呢还要找一些依稳呢放进去 接下来呢就是走远一些 千万不要给他发现 他看到你的话呢就会跑掉 只要静静地等待这个贪吃的小小小 我走向自己兔身的中的最后一餐就行了 当然呢如果旁边有些动物的话呢 他也会受到惊吓 应该养过兔子的都知道的 兔子的胆子呢是特别小的 我从小呢就养过兔子 只不过是那种肉兔大白兔 现在只有这一种颜色的兔子啊 这个兔子呢我们可以把它卖给商人 500CB真不错 一天呢抓个100只呢就是5万CB 抓个700只呢一个月就能成为千万服务 那就算了吧 有命赚没命花 当然呢这是有限制的 它算是蓝色物品 你可以在交易之城把它卖掉啊 它本身呢也会掉落一种毛 就是灰兔毛 当然呢前提是你要养兔子 你抓了兔子呢可以养 我估计呢大家呢后面都会养兔子 因为兔子本身呢能卖钱 然后它掉落的那个灰兔毛给的纳米非常多 还有呢你一天能获得的兔子呢非常多的 它是属于蓝色物资的 不像呢鸡鸭鹅每天只能限购啊 松果中之户呢有了新的对手啊 估计后面呢会开启烧兔毛的时代了 目前就是不知道它这个掉落了多少 还有最终的定价 好了兔兔那么可爱 我一天能烧几百只 我一天能烧几百只